导演李安的新片《少年派漂流记》 正在紧锣密鼓拍摄当中 马云九总统今天还特地前往 位在台中水南机场的拍摄现场 总统希望这部电影 能够让台湾在国际影坛露脸 吸引更多的国际制片 来到台湾取景 导演李安重拍中的《少年派漂流记》 是小说改编 故事描述一位16岁的少年 和一只孟加拉虎因为遭遇传难 在海上漂流的生活记事 由于故事的场景 几乎都是在海洋和小岛上 李安在亚洲国家四处看景 最终敲定故事发生地 印度和台湾为主要拍摄地点 目前这部电影 正在台中水南机场拍摄中 预计2012年年底上映 总统马云九道拍片现场参访 也观赏了以3D效果 呈现的电影片段 总统肯定国内业界 能够配合世界级的电影的拍摄需求 也希望借此机会 能够让台湾在国际影坛 和媒体间露脸 总统说 距离上一次好莱坞电影公司 来台拍圣保罗炮艇 是在45年前 他感谢李安 借由这部跨国合作的剧片 行销台湾 希望能够成功吸引 更多国际级的制片 来台湾拍片取景 记者王岐 陈欣龙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评讯